这里是西游记,我是Ringo 这次乐岗公路旅行,我们会从旧金山出发,经过Redding,到Craddle Lake国家公园,温垮野生温泉,然后到达波特兰 回程呢,我们会经过Dunst Muir,然后回到旧金山 昨天晚上我们到波特兰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差不多10点多的样子 因为6点多的时候,我朋友已经煮好了火鸡大餐 然后我们就一直,就到不了啊,因为下很大的雨 然后我们又从山里面开出去 但是最后呢,我觉得我现在都还没有消化完 所以晚上吃的东西 但是还得吃啊,早上还要吃啊 今天是感恩节的第二天 就是感恩节假期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到这边 我们在波特兰一家叫做Hungry Cat Diner 吃早午餐 波特兰真的是一个很vegan friendly的地方 很多餐厅都会提供连蛋都不吃的纯素食者的餐单给他们 这样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就不用纠结了 我说的不是我 我是纯肉食动物 吃完我们入正题到这家Sunland灯泡店 我是纯粹被他网上的橱窗照片吸引 所以才来的 这家店开了超过25年了 是1989年开业的 然后呢 然后呢 非常多不同种类的灯泡 They were having all these pause that is canceled 可以 等下 你 你 闪亮的那种 闪亮的那种灯光 I wonder what does it look like actually Allow the onions to be guarded You can go ahead and open it up Oh that's cool So we can actually test it huh Cool Let me try the smile Smile one Smile one 我们可以直接试它 就是把它拿出来 在这里就可以试 不会触电身亡吧 This Oh You want to show the camera? Yeah showing it Yeah no it's And it's Smiles Wuxia 它说我们可以试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很想试一下这个银色的这个 看起来是怎么样 Wu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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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其實看起來 你無論把它放到什麼燈裡面 如果是小的那種胎燈 就會有很現代的感覺 這種燈 我知道you break you pay這個原則 就是從小就知道 我有一次很小的時候跟我媽媽 然後我在書店裡面打爛了一個杯子 然後就you break you pay and then my mom pay yeah cause I don't have money at that time I'm just a kid 近這幾年那種愛迪生燈 Edison Light 就還蠻流行的 就是它有一個玻璃的燈罩在外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燈泡的形狀 我還是會覺得閃瞎了 我的狗眼真的好亮 還是會閃瞎 但是有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那個燈絲的形狀 這其實很酷耶 還有條形的我看一下 除了這種正常的呢 這邊還有這種磨砂的 我們看到它上面有紋理的 這是不燙的 有這個徹底磨砂的 其實是燙的 有徹底磨砂的 然後還有部分磨砂的燈泡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難看的 我還是覺得這種就是 直接可以透明的看到燈絲這種最好看 可以在家裡面戴太陽眼鏡啊 哈哈 他們剛才電源跟我講 其實是可以調亮度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讓它那麼閃瞎 你看 如果不戴太陽眼鏡呢 也是可以調一調 哎 這是可以調的 我覺得它應該要有特別的燈座 都是可以調的 你看這種 哇不行 好亮 太亮了 全部都是可以調的 可是如果調的太黑的話 那藥菜也沒用了 我覺得這種燈其實也是 裝飾性比較強的 各位我要去做眼保健操了 掰 對 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